HELLO,我是阿怪 今天要介紹禁離緣起 禁離緣起是一款開放世界 融合了多分之劇情的動作手機遊戲 以仙霞故事作為背景 在遊戲中擁有很多的操作介面 跳躍、向前衝刺、防禦、還有向後閃躲 每個都有獨立的按鍵 而攻擊的方式有三種 普通攻擊加上兩種技能 而在遊戲中比較特別的東西就是操作 玩家可以使用這三種方式來做多樣的搭配 就可以製造超多的不同攻擊技能 而另外也會有不同的武器可以使用 多武器、多技能、收集強化 可以隨意組合戰鬥的流派 讓攻擊的方式變得非常多元 不過戰鬥是蠻吃技巧的 需要稍微再熟練一下 才能在BOSS的攻擊中擋下攻擊再做反擊 而遊戲主打的是開放世界的探索玩法 玩家可以深入海中尋寶 也能夠探索墓穴解密 另外玩家在遊玩的過程中 會因為流程上的不同 而導致後面的劇情會有蝴蝶效應 所以你所遇到的敵人各不相同 可以隨心手遇走出一個自己專屬的劇情線遊戲 目前遊戲已經出了電腦版本了 手機的版本還在測試 那我們看一下遊戲的畫面吧 好了我們要開始 我們今天玩這款遊戲叫做 《淨離緣起》 那是一款算是單機版類型的高畫質武俠遊戲 目前它是測試版本 所以應該是第一出測試 所以變成說它沒有什麼動畫去介紹故事內容 它只有單純的 就像測試遊戲的 應該說耐玩性 然後還有一些操作部分 攻擊壓戰鬥 大概跟之前的魂之刃2的部分很像 然後都還是在測試當中 還不一定會上市喔 對好我們看一下其實畫面 不能放大 但是好像還可以 我看一下能不能調整 我們現在就高等畫質了 好 目前高等畫質就這樣子了 好吧走 對話 聲音會不會太大 我把聲音調小一點 這樣子 然後這技能 哦好 反正等一下我們就往前走吧 前往山頂 他不知道有沒有地圖 看一下喔 攻擊可以連出三段 氣級可以配合攻擊 那零級也可以配合攻擊 閃躲 擋格 後跳 閃躲 後跳 衝刺 好然後三種攻擊 這個還不知道 好繼續走 那目前的話遊戲好像是 預計只有好像20分鐘的試玩吧 哦 零力回收循環 從此 打這些沒有東西不會有 任何影響 好我們繼續吧 這邊是我們剛剛走來的路吧 對不對 欸不是喔 不對我們剛剛走回來的路 所以我們要往這邊走 往山上走 這裡 然後利用技能 1234 哦原來是這樣搭配啊 我們看一下菜單 菜單這邊有技能 重劍 之後還有重劍 之後還有四種武器 跟很多技能 哇 哦 他有些技能搭配 重重 多段 好 有點難 哦 很多方 很多那個耶 很多方式耶 好我們繼續往前走吧 其實走到這邊之後畫質就稍微好一點 然後使用這個加氣旋嘛 好再一次 成功了嗎 好像沒有成功 啊不行啊一直失敗 啊沒靈力了啦 其他戰鬥也沒有 也很沒有太難啊 我 阿我的血好像感覺不夠了耶 這個是補血吧對不對 補那麼一點點而已 那我剛剛應該認真打的 呵呵呵 我剛剛很隨興的打耶 等下遇BOSS怎麼辦 還是有一些簡單的動畫 這裡就直接這樣走了嗎? 而且他有講喔 這一定要什麼高通855才可以喔 注入回憶 那注入這個名詞也很怪 欸欸欸欸差點 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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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最喜歡的大招喔 聽說城主最近得到的寶貝可不得了 得到你 那可不,據說能一分時空 你都染人 躲起來被他發現了 看他有沒有偷襲他說 好存儲,儲點 總覺得我等一下要死翹翹 所以先讓我儲一下 欸儲點之後他會補血欸 他戰鬥有點 就是比較 不順暢嗎? 頓頓的 這感覺可以補血喔 除春碟就可以補血 感覺這個人好這邊 感覺這個人好很強 大招 也不算大招啦,就是一個 擋下他的攻擊 擋住了,不需要他提醒我就擋住了 我剛才沒想閃的時候 我們現在可以提取他的能力,但是我要先儲存電 我覺得現在的東西沒有優化到很好,可是我覺得接下來可以期待這款遊戲 可以 這有路嗎 我畫質應該調最好,這樣就看就比較好了啦 這邊還有條路 有 他起來可以後閃也很ok 有人 有人 好多種控制的技能喔,會不太知道該怎麼用 除等除村 上樓 所以這邊有東西嗎 他沒有,我們就直接上樓囉 有耶,有一個密道 沒有啊,這邊都很暗啊 看一下,又有一個儲存點 外面一個,欸這不是儲存點 破損的可以幹嘛,不知道 可能到時候可以學技能吧 好,走上樓 現在是因為陰天,那其實如果白天可能 畫面還ok 畫質可能還ok啦 地板呢,地板好像也還行 勉強啦 感覺這邊應該是一個BOSS關卡 感覺這邊應該是一個BOSS關卡 喔,這樣看感覺畫面還不錯喔 上去再說 在這裡按個 呼 It's not me 喔,要 Duke 現在你有沒有雁 悟空啊!兩宅!閃! 欸喔他是三段攻擊所以擋不住 第三段擋不住啊 喔原來我變了才會夠強 哇直接變碎片殘忍 還是速去收回轉輪環免去天下浩劫 哇沒血了啦先去補血 又血了又血了 YES YES 因為要做成陰天的樣子那個逛效果就沒有這麼好 喔 不過還是有做出有點霧的感覺 來了BOSS來了 來了BOSS來了 3 3 3 4 4 4 1 3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